在第一段里作者描述了一个现象 很多人为了成为白领工人 宁可放弃自己的高收入 在多末引出了例子 就是阿尔弗里的布洛克斯这个例子 那边读者就非常急切地读着看 这个人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面看第二段 他说 当他结婚之后 这个阿尔弗里的布洛克斯这个昵称了 实在是太尴尬了 而没有跟他老婆讲任何有关于工作的事 钱挣的不少 一看是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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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工到赃土的 这老婆恐怕跟自己亲热都不乐意的 所以他没有说 在保密 这个里面有个表达叫结婚了 叫get married 我们知道这个get在这可以表示一个状态的变化 由单身到结婚这个状态改变 就变得成为已婚状态了 叫get married 这么个搭配 单身的咱们叫single 已婚的叫married 结婚了 这个变化叫get married 如果是嫁给某人或取了某人呢 直接可以用marry somebody 这个词是急无动词 取了某人或嫁给某人就行了 你不信 咱看看类似的表达 在这棵树的第十三行中间 叫she married a dustman 看到了吧 第十三行中间 she married a dustman 他嫁给了一个垃圾工 这是急无动词 因为它是急无动词 所以嫁给某人 取了某人 用被动也行 但注意届次 叫be married to somebody 嫁给某人 或者取了某人都行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girl was married to me 这个女孩子嫁给我了 她是我的老婆 可以这么说 但是注意这个to 好多同学呢 容易把它用错 用成with 跟我结婚了吗 但是英语中不能瞎编 你要用the girl was married with me 那就闹笑话了 为什么呢 the girl was married with me 那等于这个女孩子 跟我一块儿嫁过去了 女孩子是新娘 我是嫁妆 我是嫁妆 跟着女孩一块儿过去了 那到人家之后 姑娘留下 你回去 给我打走了 都不带我玩 嫁给我了一定加借词to 不要加with 同样的订婚了 也得加to the girl was engaged to me engage叫做与某人订婚 我们把b去掉 读一下的动词 engage engage be engaged 注意加借词to 这个结婚订婚 这个借词容易错 咱们把它记住 我搞混掉了 这个阿尔夫 实在是太尴尬了 而没有说任何事情 to 这个结构 大家比较熟悉 就太怎么样 而不能 这个第二个to 这个to 我们藏着一个否定 就太尴尬 embarrassed 叫尴尬的 不好意思的 而没有对他老婆 讲任何关于他工作的事 他怎么说的呢 he simply told her he worked for the corporation 他只是跟老婆说了 他在这家公司工作 这个that从句 是比喻从句 注意在某家公司工作 借词还是叫for 要注意 这个老婆呢 也麻麻糊糊 也没有问 后面说 every morning he left home dressing a smart black suit 他还要制造假象 让老婆以为自己是经理 每天早起 他离开家 怎么样离开家呢 穿着一身时髦帅气的黑西装 西装笔平 然后去上班 这个离开家 是位于公司 left home 这个很简单 后面这个 dressing a smart black suit 是一个方式状语 穿着时髦的黑西装 这个方式离开家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穿着什么衣服 这个搭配就be dressed in 有的时候在口语中 可以把这个dressed去掉 直接用be in也行 这个dress主义 用被动 尽管穿衣服是主动 我们说主动被动 不能通过中文判断 老师说过 要根据所选用动词搭配决定 这个dress是给某人穿上衣服 但是人做宾语来 如果人做主义 那宾语变主义 得用被动 叫be dressed in 用这个结构 这个才对 比如说我们如果造一个句子 用它当未动词 他穿着一身时髦的黑西装 一般过去是可以这么说 he was dressed in a small black suit 当然这个dressed 口语中可以去掉 也可以说 he was in a small black suit 这个也行 但是本文中呢 他做的是一个伴随的状语 那么伴随状语 我们把前面的必动词去掉 直接用过去分词 非为动词当状语就好了 但是这是被动的 所以用过去分词 同样表示穿着衣服 如果用wear呢 我们知道搭配着somebody wear something 这个wear就等主动了 那么我们这句子该怎么变呢 我还是用它当非为动词来用 非为动词刚才用过去分词 这个等用现在分词了吧 因为它主动结构啊 是不是可以说 he left home wearing a small black suit 他离家的时候 穿着一个时髦的黑西装就好了 主动被动 一定有选用动词搭配决定 不能通过中文判断 当然这个smart这个很好记 这smart在这不能发生机灵的 指人的话可以叫机灵的聪明的 指东西衣服啊时装啊叫时髦的 中文中这个时髦是个博来品 外来词就是来自smart smart时髦的 我们知道是从这个词来的 时髦的帅气的 这个黑西装 这个suit在这是西服套装 什么叫西服套装呢 咱们赔图片 男士是短上衣和裤子 女士呢是短上衣和裙子 这叫西服套装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suit suit 当然英联邦国家 一般读中suit suit 有个强烈的ye在里面 在美国呢 一般把这ye去掉 只剩下乌这个声音 所以分别读一下 suit suit 两个发音都对都可以 分别读中 就是他穿着类似于这么一个 只不是黑颜色的 这黑西装 西装笔挺的去上班了 老被看 哎呀 我老公是董事长大经理 挺高兴的 不知道是垃圾工 然后他不能穿着这个西装 去倒脏土 下句话说了 he didn't change into overalls and spend the next 8 hours as a dustman 然后他再换上工作服 就是蓝领工的工装裤 然后呢作为这个垃圾工度过在单位的8个小时 然后注意一下后面这个换衣服这个词叫change 首先这个词把D去掉动作员性叫change来 好多人容易把它读成change 注意不对啊 在中文中没有这个音节 就是双原音A再加鼻音 汉语中没有 所以好多东西读不出来 但是汉语中有安全的安 所以叫change 这个好读 注意不是这么读 跟老师大声那边change 先发a再加鼻音 an再来遍change change 好 那么像飞机不是plan 要读中plane plane 咱们第一课见过天使般的女孩子 不是angel-like 而是angel-like angel 都是a加鼻音 这个声音 大家注意这个change 它是多语词 不但可以表示改变 它单独使用也可以表示换衣服 注意有这个意思 咱们看当年一道突伏听力真题的片段 里面考到了这个发音 咱们看看能不能判断出来 应该选哪一个 他问这个男人按他在建议什么 我们同时再听一遍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我们再听一遍 好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呢 You'd better change 选选递吧 他建议是穿不同的衣服 换一件衣服 他考的就是动词change 我们看这原文再来一遍 好一男一女对话 第一个女的说 我即将带着约翰去参加那个豪华的 就到那个新开的豪华的饭馆去 今天晚上带他去 那这个be doing在这不是正在 而是即将的意思 那么这个fancy叫豪华的 这个未来在第六课会碰到 那么我晚上带着约翰去豪华饭馆 新开张的 我带他去吃饭 这个男的叫 You can't go like that You'd better change 所以男的说 哎呀你可不能那样就去啊 人家一个豪华的饭馆 你穿着这个背心 跨栏背心去 人打你出来 对吧 你最好不能说 你最好改变一下 这不是变形金刚 它变不了形 你最好换换衣裳 对吧 换一身症状去 You'd better change What does the man advise 建议什么呢 当然是穿不同的衣服 你注意着老外读中change 而不是change 那本文中为什么后面有个into呢 这是换衣服的固定截式搭配 change out of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如果要是知道换下来什么 或者知道换上去什么 这个out of into这个结构都会去掉 本文中知道换下来什么 换下来那个黑西装嘛 所以前面out of the small black suit 就不用说了 直接叫into 那么我们看例子 You'd better change out of the red jacket into a blue one 我说你最好怎么样呢 你最好换下那件红夹克 而换上一件蓝色的夹克衫 今天人家这个葬礼出病 你穿红的去 人会打你不行 换下这个 换上那个 change 解全了搭配是这么一个戒指 咱们顺便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然后穿上什么呢 overalls这个单词表里面有 就是蓝领工人穿的工作服 一般是厚重的牛仔布的工作服 或工装裤 垃圾工穿这个 然后呢 and spend the next eight hours s adjustment s是作为了 作为垃圾工 动过在单位的八个小时 这个spend是个多义词 大家可能更熟悉是表示 花费时间呢 金钱呢 精力呀 但是表示花费 这个搭配 是这样的 spend 后面叫on something 或者叫in doing something 把时间 精力 金钱 花在什么上 我花来做某个事情 如果表示做某事 这个in 有也行 没有也行 咱们先看这个例子 I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food 我在吃的东西上 花了很多钱 现在痛货膨胀 东西可贵了 不一定是钱呢 时间也行 I spend 注意这两个都是一般过去试 这个spend不会走 I spend a lot of time on homework 哎呀我花了好多时间 在作业上 写作业 作业留的太多了 如果做某事呢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learning english 我花了好多时间 来学习英语 这个in is dispensable 这个in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但是本文中 这个spend不是花费 而是度过的意思 度过 也用它 拼写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I spent my summer vacation in海南 province 我这个暑假 是在海南省 海南岛度过的 不能说花费了这个暑假 是度过一段时间 注意用动词spend 我们再看一个书信中的片段 因为书信是这么小作文 这个必考的这么一个文体形式 咱们看看这个非常客套的书信里面说 I treasured every minute I spend with your family 写感谢信吗 我非常非常的珍惜 我跟您的家庭共度的每一分钟 哎呀我觉得像珍宝一样 大家又看到了动词tare 只不过这一般过去时加了个字母帝 却是视之如珍宝一般 every minute 什么呢 I spend with your family 这是when引导的定义从具 关系服从when被省略了 I spend在这不是花费 是度过 与您的家人共度的分分秒秒 我都很珍爱珍惜当宝贝一样 来看待 让对方听着心里很受用 这是度过这个意思 就是换衣服 对吧 然后度过这八小时 然后呢回家以前还得再换上黑西装 但是换以前得先洗澡 要不甚至垃圾的味儿啊 会露馅了就 我们说 before returning home at night he took a shower and then change back into his suit 在晚上回家之前 他先洗个淋浴 然后再换回到那个黑西装里面去 这个before是多词性的这么一个词 before可以当副词 可以当戒词 也可以当连词 在本文中既然加了动名词 这是一个戒词 returning home at night 在晚上回家之前 注意returning 这是个动名词 动名词用的是一般时的主动形式 这个在新概念三册第一单元 一定打好基础 要不后面长文章就看不懂了 我们下面就借着机会来看一看 动名词 它的使用 尤其是它的时态和语态 它的时态呢 分成一般时和完成时 它的语态呢 分成主动和被动 一般时的主动是本文中这个dewin 一般时的被动叫beeing down就好了 注意一般时是万用的一个在动名词里的时态 就是一般时根本不强到动作发生的顺序 这个动作既可以是先发生 也可以是同时 也可以是后发生 它对顺序没有任何要求 所以当没有把握的话 用一般时是最稳妥的 注意是动名词 它永远不会错 被动呢就beeing down呗就好了 那么什么时候用动名词的完成时呢 用完成时它是强调这个动作是先发生的 这个动作发生的比另外一个 就是它所在的这个主干句子里的被动词要更早一些 它发生的比被语要更早一些 这个时候主动的呢 用having down加开主动词下表示先发生了 被动的呢 having down就好了 当然用完成时的地方都可以用一般时代替 因为一般时是万用的 本文中呢 用的是主动的一般时 在回家之前 它先洗一个淋浴 本文中洗淋浴是先发生的 回家是后发生的 return这个词后发生 所以它不可能完成时 一定用一般时 这是主动吗 去回家用return就好了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第六课 34页第七行 34页第七行 Mr.Taylor went back into his shop 在初时的看了这个新步骤的橱窗 几分钟之后 派了先生回到了商店里面去 看这个橱窗gaze at 在外来会讲是初时的看着 这个动作是先发生的 回到店铺里面是后发生的 这个地方既可以用一般时 也可以用完成时after having gazed 也行 但是用一般时是万无一失的 肯定没错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的是主动 再比如说 咱们进一步看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九行 五十页的第九行 有这么一句话 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我们就不要看了 在出发以后的四天 泰南一号正行在 北大乡的海面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冰山 出发以后四天 这个after 跟刚才的after一样 都是这次了 这个setting out 那么出发是先发生的 看到了冰山是后发生的 这个地方依然用的是一般时 出发是主动 用doing这个结构 尽管它先发生 但一般时是万用的 你要强调这个动作先发生的 也可以说 Four days after having set out 也是正确的 也对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被动用法 就是我们看主动的 这个主动的完成时 主动的完成时的用法 第十六课 七十四页的第十三号 七十四页第十三号 他说 Ashamed of having acted so rashly Dimitri apologized to Lekho for having accused him 你看连续出现两个 这个动名词的主动 你看 因为呢 对刚才如此鲁莽形式 感到很羞耻 Dimitri呢 为了刚才曾经谴责过他 而向阿列克来道歉 你注意 主句位动词是Dimitri向他道歉 这个动作当然是后发生的 那么对刚才如此鲁莽形式很羞耻 还有谴责过他 这两个动作都是先发生的 强调这两个动作先发生 你看这off是借词 这个for也是借词 后面需要一个名词结构 动词在这用动名词 它用的是完成时 所以用having acted 后面用having accused him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用一般词代替 一般词怎么说呢 Assimed of acting 后面的for accusing him 都可以 好咱们看看用被动的形式 先看被动的一般词 比如说看40课的182页第21号 182页的第21号 第40课 他说 Pertending to speak seriously One of the workmen asked if he might make a telephone call before being taken to the station 假装非常严肃地说 有一个工人问 我能不能在被带到警察局之前先打一个电话呢 打电话一定是先发生的 带到警察局是后发生的 这个事情是后发生的 所以不可能有完成词了 但是在这呢 被带到警察局 注意这是一个被动结构 所以用一般词的被动 这只能这么用了 after being taken 因为这后发生的只用一般词 那么我们看看被动的完成词 我们三册里面也有 应有尽有 就是166页第18行中间开始 166页第18行中间开始 第36课 他这么说 After having been wound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He had been sent to a hospital And was separated from his unit 在战争临近结束时 他受伤了 然后他被送到了医院里边 并且与他的部队就失去了联系 注意受伤是先发生的 被带到医院 当然是后发生的 在这强调这个动作先发生 他用的是完成词 负伤 这个wound叫使某人负伤 如果修饰人呢 就是be wounded 需要用被动 所以用先发生 用被动 用的是after having been wounded 这个结果 当然我们在这用一般词 当然也行 一般词是万用的 但依然是被动 用一般词怎么说 after being wound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就好了 这是动名词的实态和语态 希望大家反复多多看几遍 不是李老师长得帅 而是反复多看几遍 把这质点记住就好了 你看这个新肯定三册里面 这各个表达应有尽有 我们所谓从里面有 看出这个三册里的奥妙 一定要站得更高 不要距离在某一课书里面 不要距离在某一课书里面